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这个登记发言的委员 我们先发言完毕 接着我们就处理临时提案 那临时提案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就再休息 那这个如果有委员要登记第二次发言的话呢 我们就同样的给予八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们就是在临时提案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处理第二度的这个登记发言 那因为有委员有这样子的要求 那我们就破例一次 那接着呢我们登记 只是不好意思 大家可能中午吃饭的时间要延后一点了 那接着呢我们发言的委员是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不在 接着我们咨询委员李同豪委员 主席主委同仁 还有我们环保署的官员大家 无安大家辛苦了 可不可以请署长 请选署长 刘伟委员你好 苏长你好 我的问题比较有针对性 请问我们的CO2的排放量 最近的统计大概是多少 统计量是吧 对 差不多2.6 2.5到6之间 2000 亿吨 2005年的时候的统计量就是2.6 2005啊 2005就是2.61亿吨 对对对对 现在更可观了 到2010年我没有把数字记下来 但是啊 我们的碳排放啊 占在全世界的百分比啊 是0.9% 全球人均消耗量的2.7倍 这是非常可观的啊 这跟我们的产业政策有息息相关 这跟你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不过我所要说的是啊 看到这个可怕的数据啊 就要看看别的国家怎么做 最近啊 美国的环保署啊 您了不了解 他们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来源 在台湾叫做发电厂 特别是以烧煤对不对 或者是烧天然气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厂 他们做了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呢 就是在大型的天然气场 它要求每百万小时呢 它的排放量呢 不得高于一千磅 讲磅就是胖 这就是那个重量 那么小型发天然发电厂呢 它呢 每百万小时不得超过一千一百磅 燃煤呢 也是一样 它不得超过呢 一千一百磅 但是它可以容许一些弹性 它现在已经在征询公开意见 它已经把标准放出来 征询公开意见 公开意见通过以后 做最后的一个确认以后就宣布了 换句话说 我估计今年年底就可以落实 在另外一方面 它也承诺 在2015年6月 通常你相信美国政府 它讲的话就会承诺 对于 如果你要修建电厂的话 它呢 在2015年6月 它要定出新的标准 就是你的retrofit 就新的电厂 要重新做的话呢 它有个新的标准 在2016年6月呢 所有的电厂 它都要定个标准 所以台湾而言 我们的发电厂 碳排放的规范 环保署这边 有没有跟学习美国 开始进行处理 下面您报告 其实我们就是 跟随他们的精神 跟随他们的精神 因为全世界 我们是第二个国家 他们是第一个国家 在国会没有通过 温室气体 或者他们叫能源安全法 我们叫温室气体减量法 那么他们就用空气污染 他们叫清净 空气清净法 去规定 温室气体是空气污染物 因此根据那个 来去定 刚才您讲的 这些管制的排放的强度 那叫排放强度 我们有个排放标准 那环保署 现在也 去年已经公告 这个温室气体是空气污染物 所以我们取得 跟他们一样的位置 可以来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最近 也很积极的 跟台电来谈 他们有新标准 那我们的新标准 应该是什么 那过去有没有标准 过去没有 没有 所以只要美国EPA这边 立刻做出一些决定的话 我们会立刻发落吗 但是呢 有它的背景的不同 美国所以能够这样做 因为它sher gas起来之后 它的成本下来了 成本下来之后 它可以用这样很强势 因为这样的话 的结果 就新的电厂 势必都是燃气电厂了 那如果你燃煤电厂 还要去跟那个竞争力的话 一定要做CCS 就是二氧化碳捕捉下来 要打到地下 去加强采油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很认真 在推CCS 但是它有很多民众的担心 担心地震 担心泄露的那危险 都必须还要大家很多的沟通 那这部分要能做的话 你才能说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LNG 我们烧气的话 在美国可能烧气 它只要4块5块钱 一个MMBTU 我们要17块钱 是三倍的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 一个成本结果 这个是讲的 我们今天讲的是设备 设备 是设备本身 不是你的这个 主发战胜能源的 有关系 因为它是烧气 它所以定那个步验 就是只能烧气的 对 除非你烧煤的话 你比二氧化碳要抓下来 要增加 而且要地方打到地下去 它就才可能 否则不可能的 所以它现在 CCS很难做的时候 它就烧气 它现在有足够的气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稍微延缓一点 可是我们刚刚已经告诉你 我们还是很认为 我跟你一报告 所以我们的文件 我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说我们也要做 我们要它这么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CCS 问题在这里了 告诉你的是 因为我们的人均量 已经是全世界平均 所以要2.7倍 那要抓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在台湾 你现在又稍微 又要不要涨电价的话 不涨电 我电的标准 大家全部烧气 那电价一定上来 如果不涨电价 唯一比较便宜的方法 就是CCS CCS不见得在台湾做 你可以在外国做 有采油的地方做 我没有意见 你怎么做 我没有意见 我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环保署 如何来定定这个标准 是 所以你应该给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就是 你的标准如何来制定 什么时候制定 这样子 定标准 第一个技术可行 第二个是成本可行 这两个都一定要一起考虑 是吧 技术可行 成本可行就是说 你如果也像他们烧气的话 你就要忍受LNG的价格 是他们的 它不快四倍的价格 我再次强调 连LNG它是有标准 我刚刚讲过 大型天然气场 小型天然气场 它的标准都在那边 所以不是 不是你在考虑你的能源的组成 不是考虑你的能源组成 我是考虑你的建策的标准 我说明一下 它的这个排气不是1000吗 对不对 烧气的话 对 就是450小每克 为什么煤还是10% 事实上它的排的量 是它的两倍 它应该是排2000 所以它必须把它抓下来 CCS 必须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CCS 抓下来要打到地下的技术 那台电现在是在做调查 在中部做CCS的这个储存空间的 我先强调一下 技术可信 它对于煤的部分 它容许有弹性空间 但是平均值1100磅 没错 所以换句话说 你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压迫性在那边 让电厂它必须要符合汇法 但是它有提到 它可以不要做而烧气 它如果烧 那个是它的事情 你不要去 但是我们不行 你不要去管 你不要去管台电 怎么做 你不需要去管 你不需要环保署 大家接受电架我就不管 你不要去管产业政策 不是跟产业政策 你只要管你的环保政策 每一个人要用的 不跟产业 产业政策我们另外讨论 不需要去离 这跟产业 好 那我再请问你 请问你 你既然要管产业政策 我想请问你 你的再深的 你既然有深植能源在这边 我们的深植能源政策 希望达到的百分比是多少 你知道美国在未来十年里面 深植能源的产值 会成增加多少 真正两部分 由我个人 我希望它百分百 但是经济部 都定得到二零 但我真的希望百分百 我告诉你 因为深植能源 在美国的这个 再生能源的结构里面 变成了非常非常重要 它已经比光电的 太阳光电的能源还要重要 它在未来十年之内 从2011年开始算起的话 它的成长是51.7% 我刚刚听到我们的 深植能源这边 还在那边 才在那边测试 2009年 我参加国豪论坛 所有的外资企业 非常有趣 有兴趣 到大陆建各个 深植能源的 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企图星在四年前 就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这边还在测试 所以我才问你啊 你既然要谈产业政策 我们谈深植能源政策 你就应该定出一个 明确的目标 进一步很清楚啊 百万 这个千座风机百万屋顶的这个太阳能嘛 这是他的很清楚的 但是那个量到了2012年之下 量不够嘛 就美国的这个已经定出来的部分 我就环保的单位 我就开始做出限制 至于说你怎么样组成 那个是你其他的产业政策问题 你不需要去 去替他们 美国做这个决定 他把它成本考虑的非常清楚 他不可能说一个说 成本上做不下的事情 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我们这个有关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们以后再来花时间 我再想再请问一下 我曾经办一个工厅会 谈讨论这个小型风机发电 是的 小型风机发电 它的 去不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要的 小型风机 非常小的 那个小到很小 按照你现在的规范 按照你现在的规范 五百千瓦以下 是不需要的 但是有个条件 叫做自用 通常小型风机啊 非常的小 但是它有个机会 它可以用分散的事 创造出什么呢 可以把电卖回给台电 那就 那就不是自用了 但它是非常小的 你这边有没有可能 去做一个改善 让它 就像光一般的太阳能光电一样 太阳能光电 创造出光电 电出来以后 可以卖回给台电的速配电系统 一样的道理 小型风机在五百千瓦以下的 有没有可能 除了自用以外 不需要循环品以外 你有没有可能 让转卖给台电的 也是免环品 基本上要免环品这件事情 五百千瓦以下的 甚至你五十千瓦也可以 我没有意见 我们现在定的范围在哪里 五百千瓦以下是免环品 我说它前面还有一句话 自用 自用发电设备 但是我现在不用 我现在把它卖还给台电 没问题 台电只是说 那可以了 可以啊 那就修改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 修正一下 因为这个是现在的 光电做 光电都是这样做 好不好 可以吗 谢谢 以上 好 谢谢李同华 李委员 谢谢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咨询的问题